我们聊天一样 我完全同意胡大哥所说 帮莫达这个人 一直以来都很大争议 大家记得以前 乌统国阵一党独裁的时候 月露论 就是每个月会 那个月露论 就是出自我们帮莫达的口中 然后他还曾经让我们马来西亚 文明国际 当德国在世界杯学习巴西的时候 他竟然说long life hitler 这样子的话 这个东西是非常敏感的 你去赞扬希特勒 说希特勒万岁 这个在欧美 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你去到德国甚至是会被抓的 所以帮莫达 然后他也在 他也比过那个中子 然后也在赌场被拍到过 然后在国会骂粗话 所以他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很争议的人物 像吴博士所说 如果真的由他领军 巫统的胜算 非常的低 而且帮莫达本身已经很久没有耕耘 他没有去竞选周选区的了 他一直都在联邦的层面 然后他在联邦又混不上 因为他个人可能是形象的问题 也可能是能力的问题 因为我们真的看不到他除了搞怪 除了搞事之外的其他能力 我们没有看过 所以他也一直混不上高的职位 像阿图拉曼达乃 胡博士可能跟他也熟啊 因为你们一起在首相署之前认职的时候 他做过首相署部长 他只是他的年资远远比帮莫达低 可是他早早就当上部长了 在当首相署部长之前还当过 我没有记错是主萊达现在做的部长 就是地方政府部长 所以帮莫达 由帮莫达领军基本是死路一条的 但是巫统也不可能可以接受回 穆萨阿曼 如果问我的看法 也不可能可以接受回穆萨阿曼领军 因为穆萨阿曼已经连续两次 败给了Safi'i 刚才胡大哥有提到吗 一开始509选举的时候 是穆萨阿曼先赢的 他29对29 然后他拉拢到STA 立新党的两席 所以他先进建 还宣誓了 他宣誓了之后 过没几天 Safi'i又拉拢了名统 UPKO跳槽过来 他们有四个州议员 所以他又再次宣誓 当然这个有打官司 穆萨阿曼有上庭挑战 说我还没有辞职双包首长 你是不能够委任新首长的 当然法庭是判Safi'i跟袁首赢了 所以穆萨阿曼 他第一次输 然后第二次输 就是上个月28号 7月28号的时候 他在27号晚上先抢杂 他就先宣布旁晚的时候 他已经掌握足够的议员了 然后第二天才发现 原来他只是虚张真实 一直都没有够的议员 到第二天才三三来迟 等来了最后一块拼图 有33个议员 但Safi'i在他之前 先抢先来解散了州议会 然后元首当然也明显 非常明显倾向Safi'i 所以他连续两次败给Safi'i 是人都不可能会再给他 试第三次了 试不过三 我给你两次机会 而且两次大好机会之下 你都放弃 所以穆萨阿曼 我也觉得他不是太有机会 而且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不知道胡大哥认不认同 就是穆萨阿曼 巫统会沦落到今天 这样子的情况 因为509大选之后 巫统其实是 巫统沙巴 并不是像大家所说 达拉固死定了 没有 他竞选32席 赢超过一半 赢14席 赢17席 其实跟Safi'i差不多一样 Safi'i赢竞选45席 应该是赢20多席 20几我记不太清楚了 都是50%的胜率 所以巫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不堪 但为什么巫统会突然大厦倾倒 整座大厦突然就轰然倒塌 因为他的领头人 他这个沙巴前首长 在丢失了政权之后 竟然落荒而逃 偷渡出国 去英国养病 然后放出自己 严严一息的照片 说自己去养病 到自己的州议员职位 如果再不宣誓就要丢失的情况 他才散散来迟的回来宣誓 他这个落跑的形象 当整个大厦要你撑着 整个困难的情况 要你挺住的时候 你却丢下我们巫统 结果直接造成巫统17个国会议员跳到晚 只剩下他一个 所以他其实是整个事情发生 他必须负上最大的责任 这两个情况下 我认为穆萨阿曼也不可能有机会可以再次领军了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穆萨阿曼 刚才胡大哥有提到 穆萨阿曼为什么要去法庭挑战 虽然宪法讲得很明 刚才胡大哥也有解释宪法 胡大哥是法律博士 都要开玩笑 胡大哥也有讲到这个宪法的东西 宪法讲到很明 这个是州元首的决定 州元首的权限 当州首长提出要解散议会 求就到了州元首的手上 他有discretion要接受还是拒绝 他人并没有智慧的余地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情况 巫通才会整个倾倒 所以我也不认为穆萨阿曼 所以Abdulrahman Dharan 其实他现在讲这个东西 他背后的意思就是 应该由我来领导 直接一点 但是Abdulrahman Dharan 自己在上一届大选西海岸 他离开他自己的老巢 他竞选了很多届的Kota Barut 去竞选另外一个国会议席 也是在西海岸 就在隔壁的选区 结果输 大输 然后他自己的Kota Barut也丢了 两个都输给Wahri Sun的首长 所以他这个败军之将要来领军 也是有一点 也是有一点名不正言不顺 所以我的看法跟胡大哥一样 我认为Safi是占据绝大的优势 只是看他能不能单独指尘罢了 我一开始就说 胡大哥来交回给你看你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在那之前大家记得帮我们点赞分享 点赞分享 邀请更多人来看 我们好不容易邀请到胡博士 鼎鼎大名的十四评论点 来胡博士 没有不敢 不敢谢谢你的这个称赞 我看是这样 首先Raman Dharan我是认识 也认识了很多年 不过我严格上来说 没有跟他共事过 因为当他加入首相署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 而且我对我以前是当纳吉的政治秘书不是新人秘书 然后我们看情况可能是这样 我看就说巫统的中央可能对摩萨比较没有信心的一点 可能就是他们认为摩萨会做大 就说因为在过去 摩萨也等于是称霸了沙巴一方 是不是 15年 自己点是说是说不容易掌控 是不是 那么 会是在联邦吗 那么他的各种你刚才所说的 他的各种那么可爱的这种表现 看在你要知道巫统的那种想法是怎样 尤其是巫统你们联邦的那种想法是怎样的 这个人越多这种这样的不商不私的这种问题 是不是 那么不伦不类 不可以讲不商不私 不伦不类的这种问题 就是更最好的 因为他就容易掌握他了 是不是 你最怕的是沙将变成一方诸侯在那边 然后你以后要掌控他就非常不容易 所以我们看 其实马来西亚一般上都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看政治斗争的时候 其实真正的政治斗争 并不是什么两大阵营 西门跟国门或跟国阵之间的那个斗 那个当然也重要了 其实是每一个党 不管是朝野的里面的那种各种的权力斗争的 这个重要性 马来西亚一般的 这种政治斗争的 主要是在公共所 这种政治斗争的 成 国要 喜使ature斗争的